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以后公司事你别管了 行吗 再管我是你儿子 不管了 那行吧 我先进屋 还有个视频会议 我先去开会议了啊 你去吧 气死我了 哎 爸 以后谁再找你求我办事 你老怎么办 不应许 行吗 老虚头 不应许 行吗 行 老虚头我家呢呀 不应许 庆娘 你就认识不认识是不是啊 没有 你要不是老虚头 我敢让我儿子娶你姑娘吗 庆娘 今天你咋过来了呢 我咋过来了 我儿媳妇给我打电话 说让我上你家找我儿子 有事要安排 我这都来了 啥事啊 不认识 不是 习大爷 习大爷在家吗 谁这是啊 哎呀 小伙子 你是习大爷吧 小伙子 跟我有事啊 我想跟你说点关于李总公司 住口 公司现在正在找 住口 我是来硬批你住口 干啥呀 人家孩子刚进屋 你怎么对什么态度啊 小伙子 啥事跟我说 跟你说不着 哎呀 别说没用的 你赶紧出去啊 我没得罪你大爷吧 亲家 你咋还撵人家孩子呢 这是我家死事 你别管 啥你家死事啊 人找我儿子办事 这事我就得管 他再生你儿子 这也是我家 你少说话 再是你家呗 他也找我儿子呀 我能不管吗 你再耽误这正事咋办呢 他能有什么正事 你给我住口 我明白这个 住口 你怎么就不 你住口 你不能跟他杀 我行我 我这还得跟徐大爷说事呢 不是 小伙子 大爷跟你说 他都对你傻样了 你有事跟我说就行 跟你说 我的妈 我跟你说啥呀 徐大爷是李总的爹 我找李总的事 就得跟他说 那是李总的爹 这里边是不是有啥岔头啊 那能有啥岔头啊 你就不想知道知道 我姓什么吗 你爱姓啥姓啥 反正你不姓李 对吧大爷 我就姓李 我怎么不能姓李了 我告诉你小伙子 他是李总的岳父 我是李总的亲爹 哎呀我的爷爷呀 这咱还长个辈呢 你别说 那个李大爷 能不能你说那个太好了 这翻脸比秃子还快 那对呗 隔谁谁不快呀 你是岳父 人家这叫亲爹 你还差一层呢 那我也是他岳父啊 不认识 没有 那个李大爷 李总公司不正在招人吗 我是来应聘的 小伙子你应聘的 那得去公司那人事部啊 你来家里干啥呀 最主要不还有这些东西吗 我这都拿着 我不要啊 别住口老徐头 你这东西 你这 你这 这东西咋回事啊 就怎么说呢大爷 这些东西 那都是李总的 不是 他怎么就都是李总的了呢 别这声 行不行老徐头 那这东西就不行 就是人孩子十斤不媚的吗 你 对 你看李大爷想谁 那就是靠谱 我这就是十斤不媚 这些东西都是李总丢的 大爷 让我给讲了 一定要把东西交给李总 就说是我拿来的 你放心吧小伙 这些东西我一定亲手交给他 行不行 大爷 你看我这十斤不媚 我人好吧 人太好了小伙子 就这么好的人 要不被公司录用 可惜不 明白了 大爷明白你啥意思 你放心了 这事我一定亲自跟我儿子说 让他录用你 再 坐下 过来 干啥玩意儿 家还有人呢 超儿八伙的 不是讲嘛 就你几句话就说 完完完之后 你就给他看 就录用了 你某的亲爹 这事我说的不算吗 亲爹 我都怀疑你是不是他爹 你这不是在坑你儿子吗 我咋坑我儿子了 来你说说我咋坑我儿子 你收礼了吧 我儿子就是一个普通私企理的 对不对 一个小老板 平时吃吃喝喝 送点礼啥的 这不是正常的吗 这都是正常的 以后他公司不乱拉套了吗 我说你老徐头 什么时候觉悟这么高啊 我觉悟难不高吗 跟你说实话吧 头两天我就给你儿子安排了个人 我还没收礼呢 就挨你儿子一顿训 你挨训那不因为你是他老丈人吗 我是他亲爹 你让他训我一个我看看 你让他训我一个 你让他训我一个 要训你啥呀 儿子 李总好 您的主要跟我向你报道 爸啥意思 你我下来干啥玩意 没主意啊 爸跟你说 这小伙子是到咱家来应聘的 应聘的 往后靠 应聘不到人事部 你来我家干啥呀 看 这话问得多外道啊 你前两天不是丢了点东西吗 人家孩子都给你送回来了 爸爸爸爸来来来来来来来 爸 你儿子我能丢东西啊 我出门不捡东西那都算没有收入 哎 新的 收入来了 你爸给你用起来的都 来好 我看一下啊 你看看 哎呀 这好烟 这好酒 你看看 我丢这东西都挺贵重啊 太 兄弟啊 哎 这东西在哪儿捡的啊 不管可哪儿捡的 李总这些东西现在都属于您了 那个 您看我什么时候上公司报道啊 报道 啊 你报什么道啊 不是 你拿这些东西属于贿赂 我没有 你这不在买的我吗 严重 你拿我李小新当什么人了啊 不认识 我跟你说硬性的事儿免谈啊 不是 李总 你爹刚才可都同意了 小新 我 我 答应 答应了 我爹他同意了 是吧 就算你是我爹都不行 我是你爹 行了 他啥意思 你说什么玩意儿呢 冲上 对家人精神都有点毛病 等会儿 把东西都给我拿走 以后不想再看着你 出去 看下没有 要是一个个都像这样的 我这公司我还怎么管理 我求求你俩了 能不能别管我公司事儿了 等会儿啊 这事儿跟我不挨着 我是岳父 他是你亲爹 以后没人管理 爸 那你就不能帮我教育教育他吗 他是你爹 不是我爹 谁爹谁教育一下 你不是我好老丈人吗 我是吗 是 你毁避 我教育教育他 老李头啊 咋的 刚才是把阿姨训了 我不是合计帮孩子一个忙吗 你还帮了个倒忙你说说 只有赵 你那么去把忙 他公司还怎么去管理啊 不是 那以后要再有 再有这种情况 找咋办事 那你就咋办呢 不认识 不认识 喂 我已经到你家旅下了 马上就得二老做体检 没毛病 对不对 以后来就说 对不对 多好啊 有人敲门 有人吗 就不认识 完了 又是找大本事的 还去玩呢 哎 姑娘 大爷您好 您是徐大爷吧 不认识 大爷您真逗 怎么还能不认识呢 您家我来过 您老姓徐 您女婿姓李 您女儿还是我闺蜜呢 今天我来这可有正事 您可别耽误了我的工作啊 听见没 我听见 闺蜜 还工作上的事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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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怎么了 就不认识了 我们和那个李总 不认识 那爷 李总不是您女婿吗 对 李总是 是啊 李总说你女婿 那我能不认识吗 我就说这意思 是我女儿是她媳妇 我和她关系不好 她俩关系好 是咋呀 正我这儿来的理由啊 那这么说的话 您一定是李总的父亲了吧 我是她爹 可是我跟她关系比较远 她跟她妈关系好 主要是她妈生的她 不是 您二老是不是对这事有什么抵触情绪啊 我抵触什么呀 都没感觉 我先声明一下啊 咱们这个家庭体检呢 不打针不吃药 全程绝对无痛苦 家庭啥 家庭体检 看 误会人家了 给咱俩体检来的吗 这不是 什么缺心啊 刚才来一个十斤不昧送温暖的 这回又来个死气白脸给做体检的 一个露宿 还不懂吗 是啊 体检 谁 李同江 哎呀 你来了 你在家呢 我在家呢 越来越漂亮了啊 胖了啊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不是 静点 我跟你来来 静点 干啥呢 那是啊 不是 你看见 你看 你看见没有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我老大还在这 我女儿是她媳妇 她跟她女儿跟她 干啥呢 是啊 我看清楚了 她就挤个眉弄个眼 吸个皮笑个脸 好 去上面 站起来 不是 清醒 坐在那 你过来来 怎么的呢 啥玩什么的 啥玩什么的 过来 干啥呢 你老大还活着呢 不是 不好意思 我女儿是你媳妇知道吗 跟她跟她女儿 跟她卡卡 弄弄 抱抱呢 那样 啊 刚才你 这人来个男的 你横腿素挡的 这回来个女的 你心花弄放的 你行啊 你不如门风 你听随根啊 清醒你说啥呢 清醒 随根 可不 不是 我至于那样吗 啥是那样的 把你误会 我带好了 我说你怎么不让我们两个老子过来 原来你自己个偷了都安排完了呀你 我这爹给你当的 我这脸 全都配进去了 啊 什么玩意儿 你真说 套奔给老兵去了 你那样 啥偷型了是 你叫你这么当女婿的吗 你啊 啊 我这爹给你当的 骚不骚的啊 你叫你这么当儿子的吗 哎呀 不是 对 就是你的不是 清醒 咋办 咋办 李总 这什么情况啊 还过去 还过去 现在呀 我一直当时跟你说不清 你先给二老做体检 好不好 行了 我也看明白了 今儿这体检呢 咱也做不上了 那二老的身体 不是 你看他俩这状态 他俩的身体肯定是没问题呀 可能是精神方面有点 不是 你再看我看你 不是 家家 李同家 你误会了 你听我说家家 他俩一点毛病都没有 家家 你就做个体检就行 哎 家家 成功 成什么功啊 成功啊 是你女儿 是你儿媳妇 请来给你们做体检的医生 啊 他不是来找你应聘的吗 我们公司招医生吗 哎呀 我天 这叫什么事呢 这回好了 人家拿你俩当精神病了 不是 那能行吗 什么了 怎么就精神病了 不行 我得为我正常的精神讨个说法 丫头你回来 给大家做个体检 证明我没有精神病 丫头 丫头你回来 丫头 注意去吧 丫头 大爷没精神病 大爷没精神病 丫头 让他注意一下 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 就是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 哎呀 哎呀 我这妈呀 你们瞧瞧我这俩爹呀 妈呀 我这儿是有机会儿的事 我这儿是有机会儿的事 是有机会儿的事 感谢观看